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下去 所以非常考验骑手的体力 其实它已经超越了技术上的含量 最后你一定要身体扛得住 你要身体扛不住 你最后你根本就算不进去 没错 下到后来可能会觉得很疲惫 就看着棋盘就觉得怎么还在下棋 就是每天都这么艰难困苦的要赢一盘棋 你想在这样的水平的较量当中 肯定每天要赢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对 这毫无疑问 所以最后杀入到决赛的是我们的中国棋手两位 我也是杨定欣和唐伟欣 看一赛现场画面 这应该是早上一开始进入赛场 是的 现在中午也没有封盘 画面很奇怪 两个棋手一起走 一般对手的话 一般是分头走 以前是分头走比较多的 一前一后这样两个对手一起走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马上就要坐在敌对面了 所以两个人一起走会心里有点尴尬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唐伟欣 是的 这次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棋手发挥的比较出色 在四强就已经全部都是中国棋手包揽了 就是在八强战的时候就击败了韩国非常著名的二升 一个是沈敏俊 还有个深圳虚 包括朴婷环 唐伟欣赢的就是朴婷环 所以大家都觉得唐伟欣在这个比赛当中简直发挥的太出色了 因为他平时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感觉 就是三星之难 因为所有的比赛都在这个比赛里面他的成绩相当的好 这个就是其实棋手他有些心理的因素 他在一些比赛里他成绩好以后他下这个比赛的时候 他的自信就不一样了 是的 而且唐伟欣他之前拿过一次三星杯的冠军了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这是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当时 是击败了李世时2比0 这也是当时 而且李世时还是很厉害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李世时应该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状态 对 当时大家都不太看好唐伟欣 但没想到他2比0就把人拿下了 确实比较出乎意料吧 那么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 他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就是英诗杯 这个目前如果说他今天能赢下来的话 那就是他个人的第三个世界冠军 那杨鼎欣之前他是拿过一个LG杯的世界冠军 对 刚刚拿不久 对 刚刚拿不久 其实大家都觉得杨鼎欣的旗下的挺出色的 我也是这种感觉 对 但是赛前呢 就说一定说看好杨鼎欣 或者说看好唐伟欣 我觉得也未必吧 这既然两个人一路走来能够杀到决赛的话 谁都不弱 对 而且两个人是风格完全这个南辕北辙的 很久异 很久异的一期 就是杨鼎欣的旗是很厚的 类似于李昌浩那种风格 他是非常厚 对 而且下棋 刚刚跟小媳妇在下面讨论 就是他的旗失误是很少 是 每部旗他有点像李昌浩 他可能你会觉得他比较稳健一点 对 但是呢他几乎每朝起的失误很少 就是你一旦被他领先了以后 你要翻盘很难 他是这种风格 对 那唐伟欣呢就是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到时候混战流 就是他的棋就是有时候他会 很容易就下得很发挥很不好 就完败下来 但也有可能有些棋他下得很漂亮 是的 然后呢他经常在这种力竞的状况下 他能翻盘 因为他有点类似于李士时那种风格 就是很能搅 就是说 在这种混转的时候 他的心脏非常的强大 尤其你可以看到他越是重要的比赛 他就发挥越出色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对手啊 因为在这种重大比赛的时候 没有他那么放得开 他可以 所以他经常这种在力竞中 我们有时候觉得在力竞中会 迸发出这种强大的力量 包括昨天的棋 昨天他跟杨迪欣的棋 中间有一段其实他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对 但是他差一点 最后差一点就能搬回来 这是不容易的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有段时间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了 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棋 搅成那样 最后差一点翻盘 这就是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能力 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棋吧 一边看棋 一边再跟大家聊聊这两个人 还有这个三星杯 决赛猜先是杨迪欣猜到了黑棋 现在黑棋呢 稍微的吃贵一些 对 不过这个是韩国规则 因为是三星杯的话 是贴六木板的 对对对 稍微好一点 中国规则的话就肯定是失亏一些 主要现在布局不好下 就是为什么说布局不好下 现在他们尤其他们国外队都是用决议来推理这个布局 是的 就是说大家都差不多下的都一样 我们开个玩笑就是全都是AI教的对吧 一个老师教的布局 所以这个你在国外队一台同一个配置的电脑 然后再研究 所以前面的东西他们都猜的相对比较透啊 就比如说可能不会推特别长 前面二三十手他们肯定都是有给我推理和研究的 所以你作为黑棋一方呢你就有时候是挺不好下的 就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样的超出 对你因为你怎么弄这个开始的这个胜率可能是要亏 只要你猜到黑棋的话 现在因为这个赔这个这个胜率啊 初始胜率白棋是要占优的 对 从第一步开始你就亏了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下部局 确实是猜到黑棋稍微亏一点 尤其是中国的规则啊 现在这个比赛韩国规则插一幕棋会好一些 嗯 现在黑棋直接点脚啊 这个也很常见现在 对 现在都是 布局这种布局已经见怪不怪了 都是反正就是 嗯 你只要走心位 点脚永远没毛病 嗯 就是点个三三永远不亏 可以去尝一下 对 都是 一模一样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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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多说了 这个 黑棋挂了一下 挂啊 这基本是先手 因为下手棋飞压过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的配置就太低 如果假设白棋脱先的话 对 黑棋立即就会飞压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呢 白棋这个子和这个子的位置 就比较低啊 这个配置比较低 嗯 所以白棋一般来讲 就要把这个头给 尖起来 那么黑棋这两个交换呢 就可以看成一种便宜啊 就不让白棋以后手脚 我记得昨天第二盘的时候 好像就被黑棋连压了几下 对啊是吧 所以他的棋有一段不太好 对啊 像这个棋好像就是AI分析 就只要飞压到 就是飞压到成这样 理论就是被人家飞压到 只要飞压到 然后他不走了以后 这个胜率就已经便宜一点点 当然这个胜率 其实并不影响胜负啊 但是我们讲了就是 现在职业的棋手 他并不是说 这亏一点就就输了 还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就是他心理上发怪啊 但是我我知道这些 就是觉得亏了 我胜利亏两三个点 我也心理上也承受不了 所以现在很多棋手他们布局 他照搬一些AI的布局 他主要还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他不愿意亏这几个点 因为其实他亏了一点的话 其实胜负不在这里 我们棋手 你可以看到经常是百分之七十 七十八十胜率还被翻盘的 其实不在乎 就是一个心理 所以他就先挂到一下以后呢 实地上就便宜了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小飞 这样很有意思啊 就是各点的一个角 但黑棋不让你点那个角 那如果白棋如果是新面的话 就可能会新增这种四个点角的局面 又点三三是吧 对 有一次好像看见谁下了四个点三 有有有 然后下完之后 这个局面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对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下过有有这样的棋 对看到 非常无趣 其实其实很无趣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那盘棋 那个布局我记得 我的老师曹大元 他在他在朋友圈就发了个微信 他说围棋这样下 是不是有点无聊 四个欣慰四个点角 但是现在没办法 这棋手他们是 毕竟他们是要迎棋的嘛 他在这个对于胜率的看重是很重要的 他必须要要要按照胜率来去下这个棋 白棋直接就尖冲了 现在在这 对 这个棋也是AI提出来 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小飞手脚呢 白棋就尖冲一个 然后黑棋你就不能硬 你反而硬呢 你不管是哪个都亏了 你的胜率就亏了 你的胜率就亏了 他其实正常的理解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爬他可能就 就是会跳 他会觉得就觉得这两下 因为你先走了这儿 你再跳的时候 他就不黑棋就不会再硬了 你就这两下里有交换不着 这样你中央的这个面 白棋跳着一下就会有便宜 但是如果你走这个呢 他可能会在这一带 有可能会在这一带拆啊 当然有可能在这分头 那么他在这一带拆了以后 他将来以后就直接 挡下来 这样他实力会好一些 是的 因为你先走这个 你再尖冲 他就有可能爬到这儿了 这样你这个子就不如放在这儿 其实大致就是这个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个意图啊 但是但是实际上 我们下棋的时候 我们就爬一个就是胜负 其实他也不也不在这里 这也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下棋的时候 他们就是跟着胜率走的 就是我不管印哪个 都会有被便宜的可能性 所以你会发现肩冲的时候 都是拖线的 对 这就很很有意思 他就等于是这个棋 白棋没有点脚 挂了一下 黑棋飞 然后就放着不走 有点像以前 吴清源老师 你的肩冲这个定型 有一点类似 吴又角他就是 确实他是推荐要肩冲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很超前 对对对对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这个招 然后AI推荐出来的 对 吴清源大师确实是 他对人的理解 他对齐的理解看来确实是 对 高了人 高了人不是一年两年 是十年八年了 是 所以那时候胜率那么高 是有道理 他跟你下的不是一种围棋 对 他对齐的理解 我们完全追赶不上 是 在这 然后黑棋是选择了架 在这 在这架 他架主要是架这三个 不是架那一个 是 加了白棋 那契合就下来 这都很正常 这都很正常 贴 还是选择了长 这个棋型 决议是推荐往这飞的 啊 决议是推荐往这飞的 好几盘我看到这个棋型 都推荐往这飞 但是我注意看到 我们 人类的顶尖高手很少有飞 其实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个飞的 嗯 因为国外队就有决议嘛 嗯 但是他们不下这个飞的原因 可能就还是觉得掌握不了决议 一个掌握不了决议的这个 就往这飞 适合用 嗯 主要是现在我们看他的招呢 是这样 首先第一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要往这飞一个 是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不知道我飞完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对对对 不是我接下来这个飞完了 这 这要干嘛呢 这要干嘛呢 我都不明白了这件事 确实啊 如果我要拆的话 那我常在这我拆一个不觉得这骑行更好一点吗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骑没法学他的招 就是这个原因 是确实是 因为这个这个决议推荐这个飞 有很多类似的局面 他都推荐给这个飞 但是职业的高手们都是长的 很少 我反正没见到飞的 对吧 小球也没见到 我没见过有人飞的 但是这个很多类似的场合决议都推荐这个飞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嗯 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其他 他实在接受不了 他掌握不了 他等我后面不知道怎么下 对吧 所以 下这个长 嗯 是比较多箭 然后黑棋是 小飞 逼在这头 嗯 这种地方是挺难的 嗯 这个往哪边逼 对 你就是进攻哪边 这个确实 对于人类起手 他是很难算得清楚 嗯 一样内心是选择往这个地方逼住 他没有选择直接从这尖起来这种招 他是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说 白棋比如说靠压两下 嗯 嗯 假如说这样 嗯 长一个 然后把这个挤掉 嗯 对 这也是比较正确的 正常的定 他是怕人家从这一代这样照过来 这就搞不清 他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啊 煎冲 这一类就煎冲这一类的 有点搞不清楚 他觉得这样 可能这个变化图 虽然说走到了这一边 但是这边让白棋先动手的话 好像对这个子的压力太大了 对因为白棋他这个有有先手的味道 就是对 有一些你这打是不能随便打的 你打完他接下来这这马上就要摆下去 你们你们有点气 是的 嗯 这样会比较复杂啊 不能说黑棋这样就不好 嗯 这就是他骑手的风格 对 他不太喜欢这样 就是马上激战的这种局面 可能不是很喜欢 对 然后嗯 唐人鑫是跑出来了 大肥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这是AI推荐的 对 这个骑形像很常用的 对 就是你跳的话呢 嗯 黑棋这个局部盯一个是挺好的一个骑形 哦 单盯一下 这样你大概只有沾上 然后他再跳出来 黑棋再出去 或者他也可以考虑不出去 嗯 可以考虑在这边走 嗯 就这个钉掉 就这个钉掉 是吧 不钉掉他搬了 搬完了胯 有点 嗯 所以一般来讲不愿意跳 就是呃 跳边先手钉一下 这个搬完了胯的手段没有了 嗯 这头出的也慢 然后你可以看到白棋的眼型啊 对 也比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选择走这儿 是 但实际上我觉得白棋也可以考虑在这边走啊 不管是走这个 或者 先动手嘛 或者走这个也可以考虑 走这个你想啊 你 你大致得挡吧 嗯 挡它是不是有可能会便宜 不知道这样 嗯 你一手棋 拆不过去了 啊 你可能 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走哪 你搬我就 我就将来 将来我就退 我就还有个点啊 嗯 就有可能会有便宜 嗯 拆一下 或者或者就直接走在这儿 也是可以考虑 嗯 因为这边黑棋的棋行要走 它也是走在这儿 对是的 嗯 走这儿是形状不好 嗯 那么白棋还是可以用刚才 嗯 小小你说的那那部棋搬了连搬来 对是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走在这儿 嗯 这一带就是说 好像白棋自己走呢 也一下子 没有特别合适的招法 就这个跳呢 被钉掉 如果你尖它 多半会长出去 对现在 你搬它挡住 你搬下来 我就把这个吃了就完了 然后你现在肥 那人家闭着眼睛就把你冲断了 估计 也不用看 啊 你这个情况下 你还要跟人家作战 那肯定是不合适 可能不太敢 啊多半是用这个飞比较常见 但是 刚才邹老师推荐的 他说 哎你可以去考虑先从这儿来发 那你这步 你不走它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对 我觉得再 捞一票应该比较符合唐卫星的风格 这个好像 像是杨领星下出来的气 这个 实在像成这样 我觉得杨领星的风格来讲 他是应该很满意的 那煎完以后 他把这个拆掉 这个 像这个格局 应该是杨领星喜欢的格局 那这样 他把空捞了 把空走掉了 然后自己还下的挺扎实的 而且他他不薄啊 其实杨领星他就希望把自己骑下厚 他是最喜欢把自己骑下厚的 而那唐卫星他喜欢先捞后洗 他喜欢自己骑特别薄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有种无处发力的感觉 对吧 你反攻不到黑的 你这两块旗我也不吃你 你还没什么木 所以这个定型 我觉得应该是杨领星比较喜欢的 所以这条旗可能可以考虑更积极的下发 然后是这样搭起大跳一个 黑旗间 这种旗作为白旗那一方 我就觉得有点迷茫 对 不是太好下 你走在外面 也不觉得很厚啊 这白旗走了一串 是 然后黑旗在里面 这底下都是有眼的 你也供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么你究竟意欲何为呢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就是你像这样以后 从AI的分析来看呢 局势还是个军事 胜率其实差不多 但是我们 可能人类来讲会觉得黑旗更好下 对 更好掌握 因为白旗你没空 你在外面 对 不好 怎么把这个东西虚的东西转化成实地 这比较难以掌握 那贴 那贴 你可以看到白旗实在是跳 他跳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感觉黑旗还是下的很舒服的 对 白旗这地方走一后手 而且将来 这个地方 还留着一个 一旦真子有力了 他就还有搬出 是的 所以我觉得黑旗下到这以后 实在走到这儿 黑旗的调子是挺不错的 对 这半盘 黑旗两个脚 这块活的 白旗这个地方还有薄位 本来他这步棋 我觉得他的选点是可以考虑 但是他可能考虑到这个搬出来的以后 引针问题 这个子引着针了 对 所以他选择选择的位置在这 其实这个位置并没有守住脚 对 他可能他就看着这个 就说你不走我立即就要出来 那这样 这样就是 刚才小球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正好跑出来 他这个子就起到这个引针的 一个作用 所以白旗这还是需要补齐的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觉得白旗有点慢了 是 然后铺 铁掉 先送一个倒是一个好手段 这样黑旗沾上以后呢 气有些劲 对对 就被二路拖一下不太舒服 所以黑旗也不走了 所以黑旗也不走了 拖先了 对 杨立新下的也很清楚 反正我就每朝旗就捞空 我把空都捞足了 我看你这个怎么收赢 说实话 这应该不下到现在 不是唐伟欣喜欢的这个歌曲 这个黑旗 从这个战略上还是很成功的 他知道唐伟欣他不喜欢这种后世的旗 对 杨立新今天这个实控捞得很足 而且作为就是我们讲现在都是 黑旗比较难下的时候 能下成这个开局 杨立新应该是很满意的 是的 提 提节 黑旗旗 其实这个地方也无所谓 你提的话黑旗就打住 对啊 嗯 你即使把这些子都提交 就算你把这两个再提起来 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等候也就十多木齐 对黑旗只要这块不死 就问题不大 是啊 因为他已经走到很多地方了 你的扣并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效用 对 他这边也走的挺好 这边也走的挺好 只要不死就行了 对 然后白旗你现在这样去打结 你的劫财现在是有问题 那你如果只是提这一个子呢 黑旗 就是随便补一个的话 白旗的子效也一般 对 嗯 了不起你这样打结没关系 我就粘上吧 你打这个结 我随便就走两个就行了 是 这边如果能全切下来的话 那你损失惨重 白旗 而且你直接提可能还是后手 直接提人家有可能不硬 你提他再补就可以了 他这块是没有问题 没错 所以这就棋盘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提结的时候黑旗不硬 白旗也不提 白旗觉得提的也不觉得便宜 他也不走了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打结我们讲 一般都想打赢 结果这两个人现在放在这 谁都 谁都不提 这个结谁都不消 嗯 很有意思 嗯 然后他是靠这个 对 防防这个打吃 防止他断打 这个断打很严厉 要去 嗯 黑旗盯了一下 嗯 下得很结实的那种感觉 对 嗯 蹲马上就要搬过嘛 嗯 白旗就很要二路搬 嗯 这样黑旗再把这个旗停回来 嗯 挤了一个 我一个 白旗也没有提结了 断 嗯 其实提结他主要是担心黑旗 就随便外头走 或者断也可以 嗯 因为这个扶手位 你提他就打住 对 没关系的 你提一个 反正没事的时候 我先搬你一下 等到你接上了 我再把这个 了不起我就沾上 对 也没关系 关键黑旗这个旗 白旗不提啊 黑旗也不见得会沾 沾上以后就顶 所以黑旗也 觉得无所谓 对啊 所以这两个节都不用走 提的时候呢 是白旗旗完了搬这个 现在啊 黑旗不硬了 嗯 走 收下 这空还是捞得很足的 对 美交旗他就是走在墓上面 对 因为这两个也不大 你走这个他这一下打起来 是的 是的 但是白旗的收获呢 就是这一代好歹算是他补了一首旗嘛 因为在这里 然后这里搬着了 这这只还是得了一点墓数 对对对 所以这旗局呢 其实是还是属于一种军事 对差不多啊 对形式是差不多 对就是看就是可能白旗会比较难下一些 没错啊 好 好 现在这个走完以后 这个棋盘肯定是在这边最大 然后他选择走这 那么黑旗就追逐他 这个地方 搞不清楚走这便不便宜 走这他也是走这 对这样他很难说一定便宜 嗯 这种地方确实搞不太清楚 这个我看人家加这三个字的时候 好像都是走在三间的位置 反正这个对对对三间比较多一些 对也也有下过二间的也有下过二间 那就有点借 对 二间的话 黑旗肯定也是在这个场合下肯定也是在这边对 多半是要逼住 因为如果是二间家的话 我也想过就是二间家可能人家逼住了之后搬了虎 因为他二路就脱过了 是所以有这个关系 所以他为什么要加在三间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这这一代可能有先手啊 这个搬完有个什么靠 是的是的 所以他有个拖过 嗯 过来一路就好一些 对 然后这个骑行呢也是 对于黑旗来说也也挺怪的 将来如果说这一代 假如说黑旗能补着一下的话 不知道这 这这这就算能算黑空了吧 这应该能算 你挖一手旗补是肯定是能算的 这肯定不能不补 不补里面怎么套都有旗吧我想想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黑旗虽然说他这块没有说完全成空 但你可以看到白旗你全局也没什么空 黑旗至少这个地方可以看见有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时空了 白旗真的是很难数得出很明显的空 对啊 所以他一旦有机会补住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块就接近接近30亩 那你全盘你白旗可能也不见得数了出30亩 所以黑旗空确实是还是要比白旗多 嗯 走到这白旗就跳是很正常 对 那么黑旗就是处理上方 还是用了用了这个AI的招 是也是大肥 反正他们都是大肥 这也是大肥的 对 确实大肥会好一些 就刚刚讲了 你跳 他有钉 那么等于是这个旗行 你大肥的时候他尖的话你是要尖在这嘛 那等于你跳的时候他没有钉在这 他选择走在这 那这两个交换 黑的觉得要比单挑好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行了 这其实呢是这样 就是说上方这个点脚 为什么现在老是喜欢下米式飞刀呢 是我觉得如果说飞的时候 白旗顶了 嗯 挡住 如果说下沉这样的话 是不是黑旗觉得比那个长了单飞会好一点 因为将来黑旗的定型呢 他有很多种 比如说长 嗯也可以扳这个 对 也有虎这个的 比如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虎在这的话 你就可以虎 嗯 那样会比大飞可能会好一点 我感觉 嗯 但是呢就经常 为什么会下沉那个样子的 就是你一飞人家就拖这个 是因为人家觉得好像顶了班 有烧闲吃亏的嫌疑 当然这个未经证实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对 反正就是飞的话呢 双方都会有心理压力 不太一样 对手对手如果想解明就比如说 他拖就是拼你是非刀 那就是就是双方都都压力很大 因为这个局部确实是目前最为复杂的一个定型 是的 这这到现在 后来也见过有人长翻 但是搬下去的居多一些 嗯 对你长也可以 长也不能说不能下 就是 但长的你就说明你示弱了 那你看你当初你就别 你就长一个 你就长 你这个飞的人呢就基本上敢飞的 就是说你要敢拖 我就给你弄弄米斯飞刀 要是我要怕米斯飞刀呢 我就长 或者是我搬了连搬 选个简明的定式 对吧 你敢飞他就是说你 你要来敢来这个 我就要跟你拼这个 我就搬下去 要么你老老实实你就顶着搬 这是一个心理一个 他如果不敢跟你拼呢 或者他今天不想跟你拼这个 他就会担长 都是这样 确实这个点三三最搞不清的 就是这个米斯飞刀的 拖了搬下去 这个还是 关键是还不停的有新变化出现 对对对 以前的变化还没完全搞清 那时候成 是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新变化 就层出不穷 对 而且很多变化 他们现在也是用 也是用决议在猜 对 但是这有个头疼的地方 你不知道 决议说的是不是正确 因为他过两天他可能又变 对他不太的 他不断的升级 因为他是电脑 他水平在飞速的提高 他可以再升级 他可能过两天他升级了 以后他前面下把他又给推翻了 这是有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个变化确实是 非常的复杂 来这然后走出来 是这样 嗯 杨远欣先生就是说 把这块处理好以后 全盘就没有弱齐了 然后他就跟你拼控 收后半盘 因为杨远欣他很喜欢 这个进入关子的这种拉锯站 他这个平衡的局面下 他是非常强的 那一般像他这种风格的话 我想后半盘一般都会很强 是啊 嗯 先拐震一下 拐震 拐震 拐震可以 拐震其实也未必便宜啊 你把地给损了 对 但是呢 他他就 从这边去 为地 对 所以我看这个骑行 我就是觉得 当初这个大跳大飞这个结构 我黑系这个结构 到现在为止这个结 脚我还是心里很不踏实 你说不守一个人就没骑吗 这多半是白骑要掏的吧 是有点骑 就比方说就是 你这个拖一个 然后这一段 你比如斑斑斑 就好像很容易出骑 我感觉 应该要全程控 嗯 可能性不大 你打吃他从这边一打 就能够占点便宜 嗯 确实是有点骑 但是黑骑以后他一手骑立下来 他就基本上 哦 能力到这儿是吧 他也有骑下 这这 因为有了这个子 对对对对对 没这个子 我过去力到这儿还有点悬 对 有这个子以后 力基本上没有问题 嗯 那就说这个结构呢 将来要补好的话 还是可以补的好 他有下一手 要不然我我对这个结构 我很不赞成 说真的 但当初他 你走这个也是为了隐身嘛 是是 西地方不会花手骑 嗯 好 走成这样以后 黑骑正啊 攻击白骑的同时也是在处理自己这块骑 嗯 瞄着这个地方的刺 下手机一刺 白骑就比较难办 反正基本上有一边要被断开了 那哪边被断开也受不了啊 所以白骑是点那个 就是为了防这个刺啊 黑骑挡住 那做了这个交换以后 你就刺不动啊 你再刺的话呢 白骑就沾这个就可以了 嗯 冲不动了吧 对 你再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大了冲出来 嗯 黑骑就 逃不到什么便宜了 嗯 这就是点一下的好处 嗯 他现在是走了这个 嗯 那就更刺不动了 你这刺 我恨不得接那边 就这也可以 对 但点一下呢 你虽然说防住了这个刺 但你本身也损了一些木 嗯 还是损了 这个算苦肉鸡吧 对 然后黑骑啊 这步骑啊 这步骑还是挺精彩的 这个 这个就是杨领兴就是说呢 我就是 这步骑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框给洗劫了 就洗劫了以后 我专心的自估这一块 嗯 现在这个骑就对汤米星来讲 比较被动 因为我们知道汤米星 是不是不太擅长攻击的 他是比较喜欢做活的 哎 杨领兴今天这个 到现在为止 他的这个战略还是很成功的 黑骑现在点着 就是 这种骑我就要把你这个边控全部破完 破掉以后你的控就很难够了 那么现在白骑如何去攻击这两块骑 嗯 对 这要把不擅长的东西留给你的对手啊 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策略应该说 因为到他们这个水平 他们对每个棋手的特点啊风格啊 他们可能研究的比我们深多了 对啊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手已经好像快有20盘了 这么多啊 有20头盘 而且胜负差不多 我好像看网上报道是说 好像是10 10胜9副唐伟欣领先一盘 就这个决赛之前啊好像是这样 就是 但是可能唐伟欣在 杨宁年纪轻的时候赢过几盘 所以最近的胜负应该是很接近的 啊 所以你说两人下了快20盘骑正式比赛 肯定是都很熟悉了 对 那倒是如果下了20盘的话 对 那个已经算很多的了 就两人之间交手 因为你一年你想 那么大大小小的比赛加起来也不是很多的 对 这一局选有的时候是碰不上的 因为有太多的人 你老想分头一个人也不容易的 而且他你赢他也得赢 他输了就被淘汰了 对啊 确实是要下这么多也不容易 白骑是选择了 从这个地方贴 就是这个走来转 我们的第一感是应该是压住 但是压呢 黑骑可能会搬 这样呢 你从上面走 他顺势就活了 底下就活了 你搬他就退嘛 这样杨宁年纪 底下做活以后 你这空就抛了 你孤注一次杀这一块的 唐伟欣又不太敢 嗯 那你要是断这个吃呢 他黑骑就当先手便宜了 没错 打完以后 或者沾或者尝都可以 他就当先手便宜了 把你压制在他底下 对 这样黑骑白骑也很不舒服 对 吃这一个子没紧不起啊 不一定便宜 你这是 这拐也很难受 反正死活的 吓得都不太好 对 吓不好 所以呢 唐伟欣这个地方他也不好出牌 他就选择去威胁这块骑 嗯 贴起来 嗯 然后黑骑小尖了一个 这依然是下得很结实的 看到下 这骑很意思啊 黑骑就等于就是在这个地方下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白骑的 这这么坚实的一个外控 黑骑就孤军深入到这儿 啊 这个选点 嗯 我觉得是很刁断的 就是我们很能很多 骑友啊 包括我啊 在这个骑行上 你很难有这个感觉 对是的 很难有这个感觉 但是当他下出这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哎 你要吃他 没那么容易啊 你开始可能想不到这步 但是当对手下这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吃他 真不是太容易 今天也是这个 特殊的场合 为什么说特殊 就黑骑都活了 外头都很厚 我专门就 就只顾这一块骑就可以了 你很难去缠绕我 你只能去吃我 就你吃一块骑的时候 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了 我觉得这个选点 也不是林 杨顶欣他临时想的 嗯 他应该是对这个骑行 还是有过深入的 呃研究吧 应该算是 对 这个骑行本身走在这里 其实对白骑是有所威胁 就我们看到这个骑行 如果说你肩顶完了之后 本身这里就是个要点 因为他要恰断你的 对 我们以前的感觉好像 然后觉得要下在这儿 对 其实下在这儿不够紧 这个骑行 我感觉就是应该下在这儿 是 下在这儿对白骑的压力 其实更大 对 对 就是呃 有些场合就是 现在这个场合就是 有些时候你是进攻的时候 对 对 也是要特别厚啊 但是现在是 虽然不是进攻 对现在是黑棋是防守 是破控 但是呢 他还是要周边特别厚 嗯 如果你周边特别薄白 其实有缠绕的机会 你就很过分了 那现在他就是 我就是只活这一块 他心也很头疼 到底能不能刷掉 不刷掉这个空有问题 全局的这个实地是有问题 由于这边呢 间隔还是有点距离 嗯 再加上他走到这儿之后呢 你如果压的不是特别紧 他以后二路还可以拖你一下 这个时候对 对对对 坐眼的这个位置啊 其实我觉得比这个要好 你这个完了之后 你最多只有飞 对 但这个完了之后 他可以拖进去 对将来有二路拖 他下在这儿 嗯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局部 下在这儿可能是正确的 嗯 现在就是白旗具体该怎么走 他实战 那总之要先压住他吧 对 但是实战的下法呢 好像 看结果也不怎么样 嗯 但是怎么攻 确实这种局面下很难很难去判断 对 实在你看走成这样以后 白旗就挺头疼的 你你第一杆是这样封住 但是他马上就是刚刚小球说到这一拖 这一拖你是不能吃的 就吃了就 对上 两期斤被吃掉了吧 对你走 就蒸子他 走 但是蒸子有利益 不他可以退 他可以退 他可以长一个就行了是吧 你这就是这样他打了 嗯 一长 这你就无论如何也来不及 对 你拖我就长就行了 你挡不住我长吗 嗯 上面黑旗四口气 白旗三口 你这靠不下来就不入气 对 所以你看这个他拖的时候 你不能吃 那么你搬 外头呢 搬搬脚里呢 他退回 这还有个段 嗯 这样黑旗就随便火了 这火是太轻松了 对 大飞一个什么这些就可能火了 所以这就是黑旗 比较让白旗难受的地方 嗯 确实下得好 啊 这个点在这扳这个气形 对啊 嗯 亲民朋友可以学一下这个局部 那白旗实在他是虎在这 对 他就是为了防止你这个 拖啊 现在你就不能拖 他要把你扳死了 但是黑旗呢 他就可以扳得长 扳长就是 你要是封住他就飞在这 嗯 现在你走着他飞在这 基本就能做活了 对 如果说白旗现在飞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就拐出来 对 这个段暂时不成立啊 段他可以 他可以靠这个 是吧 嗯 这个白旗 问题不大 就是你要吃你 你可能就 就只能团了吃 啊 但这么吃 其实也未必便宜 啊 这这还有味道 而且黑旗还有可能先靠一下 就先靠一下 你怎么硬 对吧 还不知道怎么硬 你怎么硬一个他就 他反正就不用走了 他就拐出来了 这个段你就 把它吃掉了 对 是的 然后你搬着这也没用 搬着你再断他著名的这个 相思断 这个手巾 这是 就把这个旗巾给吃掉了 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手巾 这样不论吃哪边 黑旗吃 都是童年的 啊 所以就是 走了这以后 其实白旗就 已经杀不住黑旗了 嗯 这就是阳领星这地方下的好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很危险 周边都是白旗的子 但白旗走了这以后 你可以看到已经拿不住了 这个拐跟这个非 没错 所以白旗这个压好不好 值得探讨 但是不压的话 如果说这种情形下 嗯 白旗不压 他怎么走呢 就觉得很难下啊 对 就是不好下 就是你还有一种就是 从这头逼过来 让黑旗贴这样跑 嗯 但这个确实双方算不清楚 比如说上面靠一下 对 他就跑出来 但接下来就是 太复杂了 就是你肯定白旗要把这个黑旗 两块旗分段 然后去 去纠缠两块旗 这个确实是双方都要需要有风险 因为白旗走这步旗啊 没围到什么目 没错 你自己花了一手旗 你价值很小 所以你万一吃不掉的时候 你你效率就不对了 所以在实战的时候 要下入这步旗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接下来算不清嘛 算不清呢 你这手旗 除非能把黑旗吃掉 你这手旗效率很低 所以唐明星他缺乏这样的勇气去攻击 我觉得这块旗 确实不太容易吃 因为如果说想吃黑旗的话 白旗这步旗 基本上是陛下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步旗陛下的话 就走完了 首先他这个挤先手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跳一个 这地方一直演毫无疑问是有的 这是第二只眼 这些看起来也像有 好像马上就要做出来的 而且跳完了马上就要死 这好像要杀他 即使你这条线你都这样能封过来的话 我觉得都不一定有把握 对靠一靠 还是 这看起来真没把握吃的 所以 主要是算不清 这确实是算不清 你说你到底封到哪条线 如果是这样刷过来 那可能能吃得掉 对 反正总之这个地方 最后实战的结果是唐文青拿不住黑旗 那么这个局部 我觉得像这样白旗 黑旗是做这样是可以的 没错 他都不敢这样长过来什么 长不就是刚刚讲的怕拖吗 就怕拖这个 对刚才我们讲过了 他虎就是防这个拖 托要不要搬死你 是吧 然后他就搬着场 然后搬起场这个 他还是看着这一块 对 然后黑旗 反正我先把这块搭活了 这块 我就看你能不能吃得掉 我就不信了 这能吃不掉 像这样我觉得唐文青实战 肯定是觉得很失败的 人家掏完以后 你可以看到黑旗已经五六目做活了 你就得到一个场 那你万一杀不掉怎么办 你走了一段全是单关 是吧 这个战役下完 应该来讲白旗是比较痛苦的 现在应该是黑旗更好 更好掌握 这就是局势怎么样还很难讲 但肯定是黑旗更好下 是的 然后白旗刚刚讲的 就小舅说的要灭眼 这必须得跳 不跳的话人家跳一个 基本上已经活了 对 黑旗搬 搬虎 反正这个局部 现在都是搬虎 搬虎一下不走 总之是不亏 但是有没有必然性也无所谓 你不走其实也没关系 将来总是你的 对 但都是搬虎一下不走 好 试一下 这是黑旗的权利 因为这地方有位的白旗大字 只有接这个 然后黑旗靠这个 这就觉得已经处理起来 至少再再怎么说 我觉得后面已经有个 就打结过了吧 对对对 他以后点这个爬过 就有一个打结 但是他还不太啃 这样子不太啃 他外面先走一走 而且白旗这块旗也不是看起来很好的样子 对 暂时白旗肯定是没招 因为走成这样以后 白旗这支撑还有问题 然后黑旗这已经有个作严的 对 是的 所以 基本上下了这以后 白旗要想 杀黑旗 目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条件是不成熟的 这还有个段 然后唐明星打入 寻找头绪 这就是他的风格 寻找头绪 这当你直接杀的时候 肯定是杀不掉的时候 那只能在这边寻找头绪 一个是破掉黑旗的控 然后给黑旗制造保卫 现在唐明星的这个局势下 他比较痛苦的地方 他控不够 是的 他控不够 然后呢他只能去走这步 当然这步棋 所以从旗感上来讲 肯定是过分的 就是第一杆 我们职业棋手的第一杆 往这地方打入 肯定是有过分的嫌疑 但是呢 就是要把局势搅乱 他得有步调 就唐明星他需要那种 在很乱的局面下 他才能发挥他的这个力量的特点 你要是铺地板 可能唐明星是很难铺的影响进行 不过其实这种时候 挺考验一个棋手的这个 心理的承受的压力的能力 因为你很清楚 你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太好 你上面这块空母都被人家破的 人的空母比你还多 对 然后你还不知道怎么攻他 他这个头还在藏在外面 对 你就需要去 就要扛压 然后扛压之后 你得寻找这个局面下 到底应该从何出手 像这个是他 我觉得他可能想 待会能不能先手虎到这下 是 如果说能先手虎到这下 这木数还是挺大的 这就搬回来一大块了 现在对黑棋来讲 确实是 有头绪特别多 一个呢 黑棋现在其实空挺多了 还有一个呢 这打入起来 把黑棋拐过来 可以去攻杀白棋 还有一个 这边其实断也可以考虑 就黑棋 头绪太多 往往这种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下哪 你毕竟每个地方 你都需要花时间算 我们比赛的时候 时间是不够的 他是每方两个小时的 对 你这棋 你只能挑一个地方就算 你都算下来 你时间肯定扛不住 因为这棋确实很乱 这断的话 白棋其实局部 也不知道走什么 这里要断一个 也不知道黑棋怎么 白棋怎么扛 但是黑棋也未必有把握 你看这局部来讲 你实际上 我看他是不是可以这样 你这个是后手 这个行吗 嗯 你自己 你自己保险 你再冲他就加了 哦 你就你这个次去 你什么时候动这个次去 你有点 有点难弄 我横竖的次 我先冲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冲 先冲 对你先冲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先冲也特别复杂 你好像这下也不见得 就是你这下子什么时候走 你最后 我横竖都走不好 是吧 你最后 好像你直接这么来 可能不见得行 你打持我说可以打在这 啊 可以打在这吧 那我再冲 冲就走 但是现在你这块很薄啊 就是你这边我估计你能活 但是你把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 都卖掉了好像也不见得便宜啊 你估计有可能能活 但我没想杀你这块 我主要是觉得 就这边 嗯 你这边我这一粘以后 你整块鞋 这个黑鞋沾上 你可能整块鞋就 对 现在他不好 没什么不好意思沾了 他将会沾上 他要攻你了 对直接来白鞋 不一定行 嗯 但是确实你下棋的时候 你敢不敢断 对你确实敢不敢断的问题 断就是 其实很复杂 这个地方确实我 我没看清楚 白鞋怎么扛 但是杨领星他不选择断的原因 他还是觉得有风险 他还是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行事挺好的 嗯 断看不清 不知道唐文鞋会怎么扛 啊 但这种地方唐文鞋一向都是有招的 哈哈哈哈 他是有招的 他特别擅长于这种 特别薄的情况下 他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嗯 所以他特别擅长的东西 嗯 要是我 我可能会断了 对 施有个断 我就乱呗了 你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个断确实暂时看不清楚白鞋怎么扛 嗯 反正我是没看清怎么扛 但是他他没有选择断 嗯 他选择打吃这个 啊 他的下法也挺好 其实也挺好 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下的那么激烈了 对 这控制一下局面 把这个局势简化一下 这个时候毫无疑问 黑鞋要好下一些 肯定好下 黑鞋肯定好下 这个一些到底是多少 这个就没法把它亮花了 对 反正黑鞋只要是把整块都处理好的话 然后抢到这个点 嗯 就是黑鞋 就比如说这个几块鞋 能够大家都和平解决 抢到这个点 黑鞋空就肯定多了 嗯 你可以看到这个走到以后是30亩 白鞋你看全盘都不见得有30亩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角其实很大 对 但是就是看这边能不能赶紧把它处理一下 对把这块做活 把这块做活 把弄好了 然后抢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是 嗯 说起来是很容易的 嗯 但是下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个鞋 白鞋它从这边一路尝出 我 我觉得不知道 它尝的是地方吗 是不是这地方死活看错了 否则这个方向太奇怪 那这个子就不就交代进去了吗 这个这个打在这个位置 自己跑都不见了 跑了回去 人家随时走一手就吃掉了 你自己跑人家还有冲突案的可能 它压一个它无非就是想缓和一下那块吗 它如果说觉得那个什么的话 直接把它尖死就完了吗 这颗子 多么简单明了 它肯定觉得哎 我照应一下它 嗯 再压一下 然后它是不是如果你要是再走的话 它是不是就花手去补一个 把这块补补清楚 这手也挺大 另一个很大 对 它主要是这个出来以后 这地方啊 你比如说你逃的话 它就 就 几个就搬过 最笨的这个挤过去就行了 你其实没走了东西 对是的 了不起 就把你把这个子连回去 但是底下的木你没破掉啊 对 是吧 实战 实战我就觉得是 是不是唐卫星有误算这个脚步 不过我完全没有往这夹的感觉 我看到它的夹我好吃惊 然后我就想哦 原来这个骑形是夹这儿的 对 它这个骑它肯定从这就开始描好的 我觉得 它肯定是看到这个 对但是它是不是看错了 绝对是不是看错了 那这夹之后的死活呢 这是 它是单瞻的 这肯定不能搬这个 这一尝就坏了 这样这一尝就坏了 要爬回去了 要死掉了 你要你要挡这个 这边打吃出来 再沾上吧 沾上 沾上 沾上你 你如果 顶的话 它是不是从这尖 就可以 它是不是准备这么杀 这样就已经杀掉了 局部你是 局部 我问一个是什么呀 不一定啊 局部 局部好像是死了 你这你这只要断着一下 断到你就死了 断到它就死了 断到它就死了 对吧 断到我弯这个 是吧 弯不弯都行了 反正它就是弯到你尖到这 它也是死的去 对对对对对 总是死的在这里面 它提掉五个 这是恰着眼一点 对就是这个旗形是断嘛 嗯 你大概你只有长 对 长反正它三个 它三个它可以不要 然后点断你 上头有气吗 上头不一定啊 上头它可以扳过来 我这杀起来还是挺辛苦的 不然它就这样杀吧 对啊 那它就 但是一定看不清的 突然它粘上 这局部 局部是死的 局部是死的 那你上面可以补一个 它总死 不但是不吃 不吃它气已经不够了 不吃气不够了 不吃气不够 所以这样就死掉了 所以是不能挡这个 只能是粘 是这样粘的位 那局部是粘的 它是粘上的 然后白旗尝一下 接上 但就这个旗形 它是不是算错了 这个黑旗做活之前 先把上头的这个便宜给占掉 这是很舒服的 这个先手吃完三个 再做活 然后再愉快的补活 是吧 我觉得杨宁星下了这的时候 估计已经有 这个冠军已经到手的感觉 因为你这三个先手吃掉 这还是活的 感觉白旗亏飞了 这里面这死活是 是怎么回事 它如果说 它假如说它斑毡吧 嗯 就斑毡它就顶一个就活了 斑毡它怎么都活了吗 我觉得好像 顶一个 是不是加一个也活了 对加一个加一个 比较清楚一点 顶未必啊 顶还顶也活了 就这个你脱不过去 对应该也是活的吧 我觉得应该很 就斑着去 这怎么都活了 你点肯定不行 那边还不够厚 你大不了就吃两个 还不一定是先手 打在这儿是先手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 那如果说白旗从这边杀呢 它局部来讲要杀 它只能靠 只能走这个吧 我觉得 只能活这个 然后你得靠这个一路立 得立照一下 那立你会挤过 它活一个 嗯 然后它拖拖这个齐心 这样 拖这个是吧 那拖这个这样是进活 嗯 对顶一个也活得很清楚 对 反正总活了 对 哎 有顶还是顶着这比较安全 哈哈哈哈 不能下错了 不能下错了 白旗这样可以获得这个线上 嗯 白旗不能顶 你顶掉以后就已经活了 这样你 反正都加在这 可以拖在这个地方 拖一个 嗯 所以它怎么都杀不掉是吧 对 最好的就是虎在这嘛 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阿鲁虎先手 它先顶这个呢 如果说白旗 先顶它也是立这个 然后再拖拖这个吧 拖这个 这样不是 哎 这样是什么呀 如果说拐打的话 它走这个 哦 没用 它还是走着这两下再弯过去 嗯 对这个 这个 然后我再走这个吧 这样肯定也是活的 对 确实是活 是的 就是你这个是先手 你可以看见白旗这地方有先手 嗯 但是你毕竟你 你这三个先死了 然后你这个子几乎又放了一个 这肯定是白旗亏大 啊 它主要是它这底下活的 就白旗它可以虎到这一下 意思是黑旗这里挡不住 但是 你挡不住 你这损失也很惨重啊 对 确实是 这时候 我觉得杨立新肯定觉得这期基本到手了 嗯 你这杀了半年 明显亏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开始开始 在这边搅 反正这边搅的时候 你就注意白旗它这个地方虎 反正你就当它这有紫就完了 当它这有紫 是 嗯 所以给它掏一点 嗯 立王给它 然后黑旗下立 嗯 立完以后这块就肯定是活了嘛 嗯 然后现在就看白旗这个地方 白旗现在实战是 嗯 打吃 嗯 长 给它回在这 对 然后 嗯 其 白旗先手掏脚 这也是这个 这个局面下能够先手掏个脚呢 也算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是的 毕竟是先手掏 嗯 因为你毕竟掏完以后要处理这个子 嗯 这个子被黑旗加一刀里面的子 当时就死了 所以它毕竟还是先手掏脚 还是下的还算成功 就这个局部来讲 嗯 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木树会不会接近了一些 就感觉 但还是黑旗多 你这地方还是会断 对啊 这个断 这个断 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白旗很薄 就是断完以后你这块可能能够做活 但是你这边比如说拐了以后 白旗其实这块旗也很薄 这还有打吃啊 嗯 这些都是薄味啊 都是存在的薄味 嗯 而且一旦打结的话 处处一看可以看到白旗 结材是不利的 因为到处都很薄 黑旗相对更厚 我的那会还一直在看 这是不是有个点 不过这个也就是搜刮它一下 可能跟死活没什么关系 然后呢 当我就搬一个 哦 至少是有 有打结 有点便宜 对有点 但是这白旗也 如果说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也挺难的 那你就 你肯这样缩回去吗 嗯 大概也就这样 就缩回去了 这样反正这个打结则办嘛 你我我这个将来这个 就算了是吧 这个打结则 好吧 大概也就这样 那还能怎么定型 你 也就这样 我就这样了 嗯 还好 还好 就是你这样收 这样我还 反正那个花手棋 对 对 那至少还是一手棋 对 在这儿 嗯 现在肯定还是明显 我觉得是黑旗 这些优势啊 这个白旗从这儿打入开始 但是黑旗呢 现在吃掉三个子 嗯 白旗呢 呃 对这块发起这个二路加 这个攻击未果 嗯 就白旗把这个脚给逃了 但是目前来说 肯定毫无疑问 这些形式是黑旗好 对 嗯 白旗也太薄了 是的 断啊 夹这些的 对啊这个 这个断点不是很现实吗 那现在要怎么扛啊 确实很现实 以后以后黑旗就算加这个白旗 也不少作用 加就是 你 就是 形状很难受啊 而且这底下的死活 跟这个提了也没关系 就打结白旗也打不过 关键白旗也打不过 白旗太薄了 结算也比较多 嗯 所以你一旦被走 这还有打直的再断 反正我觉得白旗是挺难下的 到处都欠的东西 啊 应该这时候 而且关键黑旗还厚 空也空也多 这个时候应该来讲 杨立新应该是很乐观的一个状态 关键大家如果说 碰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很绝望 到处白旗都薄欠旗 是 这个子还没连回来 空又不够 这怎么弄啊 这个局面真是 真是很难下 确实是 对 刺了一个 嗯 走 盘住 嗯 然后把这个 跑 这拼得真猛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尖顶完了以后 然后再 再跑这个 这个必须要跑 对啊 还是要逼迫你黑旗 嗯 然后黑旗是挤 它挤了 挤掉 打拔 这也是 这个算是比较普通的是吧 嗯 打上去 嗯 这必须得全部撑住 对 所以摆起来说 这个时候就怎么狠 怎么下 对 挑最狠的 然后黑旗拐出来 它有必要从这拐出来吗 它觉得还是想把自己下厚 因为 因为你封住 虽然白旗 你封住以后 黑旗也是活的 嗯 但是这个拐出力下厚了以后呢 它打这个结啊 还有包括刚刚讲的这边 它就会有力 哎 它就是想下厚 然后结才有力 我就想这个时候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会想到 我可是不是赶紧躲回去 对 其实其实回去挺好 挤过 挤过是最安全的 也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样下黑旗 多安全啊 肯定是黑旗优势 你比如说走这个 黑旗就尖一个 对啊 我就把它两个眼搭回来 这个我三个子我都吃通了 我现在这块旗肯定不怕你了 对 如果要怕的话 那我贴之前你要动手 我旗不是更可怕 对 而且这样你不是还欠个断的吗 对 只要都做活 黑旗的空还是明显比白旗多 是啊 这个 肯定还是黑旗的明显优势的一个旗 当然拐呢 我觉得也没毛病 拐呢 白旗现在他也不敢补 他怕开截 嗯 那你他提截的时候呢 其实黑旗这时候再挤就可以 也很安全 等于是这个提跟这个拐交换 就过了是吧 因为你拐还挺大的 拐完你这个肩基本上先手 对啊 你得补断 所以这个拐有点价值 拐还挺大的是吧 所以其实拐白旗他提截的时候 黑旗啊 挤过我觉得就很安全 嗯 这样 就连过以后 白旗要处理这块以后 就接受控就行了 这个我觉得黑旗很难输出去啊 这样下是最稳健的 这其实好像觉得这个黑旗怎么下都能赢 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确实是 因为确实是选择很多 当这个吃掉的时候 确实感觉上黑旗已经离胜利不远了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杨顶星下到这个时候 哎 可能会心里有点 有些波动 虽然说他哪位有世界冠军 或者说他下的时候有很多的顾虑 这人一旦会有顾虑有想法了之后 不能够专注于在骑上 他的骑就会出现波动 这是能看得出来的 还有时间压力 时间确实肯定下到这个群 肯定都不会很多了 当骑手都没时间的时候 其实他们判断不清楚 是的 有时候真判断不清楚 而且从我刚刚讲 从本赛开始下 下到后面就人的体力受不了 没错 你当你老子犯老子体力精力什么 你有时候算不进去了 没错 对吧 确实这个精力对一个骑手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胜负的因素 对 当然唐伟欣他肯定也是体力消耗 扛不住 这时候就看谁更能扛得住 那个精神力是最重要 不过唐伟欣呢 他们送给他的外号叫唐胖 确实他的体型 其实也不算特别胖 可能比普通人要胖 肯定比邹老师要胖 毫无疑问 他吃的比较多 然后他可能会在体力上 会有一些优势 对 虽然说他年龄见长 他是93年 这个有点关系 而且唐伟欣真的是 就是 劣势下毫无聚色 对 经历的大风大浪太多 而且这种翻盘的棋局 对他来讲也太多了 是的 他就是这种风格 没错 他可以说 也许你会觉得他布局 相对于顶尖高 下的并不怎么样 对 但是人家在中后盘的时候 这种 这种搏杀的力量 还有那种大心脏 那就是他的特点 没错 这其实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摆到这 摆起提了 提节 这依然是 就是说 虽然说觉得好 还是黑气很好下 但是 你要想赢下来 那还是 这还漫长 对 所以说我们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留点悬念 好 一会见 一会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 那是第24届三星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 决赛三番棋的第三局 也就是决胜局 最后一盘了 谁赢 谁就是冠军 对 那么刚才呢 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白棋刚刚提了一个 黑棋拐 白棋提 下成这样了 刚才邹老师的意见 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他就说这棋几过 基本上黑棋觉得不太容易输了 对 我是觉得几过黑棋很难被翻盘 这到处都是活的 就比空嘛 比空的话 你可以看到黑棋还厚 那将来这个提 有可能还把白棋提回去 这里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白棋 假如说搬下来 嗯 那么黑棋假如说你觉得断 没有把握 这因为这个情况下 它是有可能跟你打结的 嗯 这地方有白棋有跟你打结拼命的手法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担心 好像跳一个 接上吧 嗯 他要杀气 他只能这样杀 否则自然一口一口鼻气 肯定是不够吸的 他这样 嗯 那这样不也差一气吗 也不是差一气 只是打结 对也是打结 也是打结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有点担心 因为这人这光脚不怕穿鞋的 就是穿鞋的心里面具有负责 是是是 是是 这样反正有个缓缓气节吧 应该是缓气节 哎 不对 不是不是 井气节 它是井气节 跟这个节没关系 对对跟这个节没关系 他就是打这个节 你提这个他就打这个 对对对 然后你提这个他还是打这个节 他不是连缓节 是是是是 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黑棋稳健点 他可以先先拐掉 他先冲这个 对对你跳的时候他冲这个 他不让你挖这个 哦 他稳健一点点 哈哈哈 哦 那实在稳健一点 我就连搬搬过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地方可能会被扣掉一点木 对扣一点木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 这个胜负是吧 这地方呢 不知道杨顶心是顾虑些什么 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挤 这里面稍微有点味道 他不太舒服 对 明显黑的好 这个白棋其实只有30木棋左右 有空 这个搬过以后 黑棋控明显多 嗯 实战是冲动 哈哈哈 杨领心这个冲动 但冲动是魔鬼 哈哈 冲动是魔鬼 冷静了大半盘 这些冲动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说实话 这个棋啊 从从这个棋型来看啊 觉得黑棋也是完全不怕的 这个也就是杨领心 这边都已经铁了啊 对 他实战这么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就觉得好像 我这到处都捅头铁壁 你怎么能 可能再赢我 哈哈哈 所以他就索性把白棋给冲断 然后白棋打吃 打结啊 啊 好像这其实这个结呢 白棋也看起来是不像能打赢 黑棋的 立一个造结 对 当初 嗯 然后提结 提结 充 这只有印 嗯 然后白棋 提结啊 然后白棋充这个 充一个 走 提结 这时候黑棋下法是真的很多啊 他实战是 打吃的这个 嗯 实际上断这个 我也可以啊 就及时转换 这个吃太打了吧 这个不吃 而且不是 你那边你提完 我不是还没死吗 对啊 所以说就是黑棋好一下就好一下在哪里 黑棋那个节其实像他没什么负担 而白棋要输了被沾上以后 整块就出问题 你输了你提了 我就打了一般 我不也没上了 他这个 这个也不行啊 这提了 大概不能这么吃 这好像不能吃干净 这个煎在这儿被人家提 这能吃的干净吗 这里面味道太饿了 对 这各种味道 有点棺子便宜就行了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再加一刀 嗯 白棋这 这块死了本身就是应该比那块大呀 嗯 啊 这块 这应该死了吧 哈哈 这好像没有活路了吧 反正感觉上看着不像有活路的样子 因为这白棋他挡了一个 就算你是先手挡吗 也没关系啊 没接触 对 然后呢 确实是看不出活路 嗯 然后第二个眼在哪呢 对 这个往这走吗 这不行吧 这个我就把这个顶顶着顶上来就完 走这个就行了 我就一点吧 这多简单明了啊 对 这死的不是很清楚吗 确实是 不好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期黑棋就是下法太多了 这个 所以这棋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下棋最重要的一点 你先把大小搞清楚 哪边大哪边小 就是打结转换的时候 哪边大哪边小 这很重要 对 这其实都不用数目 这个能有这个大吗 我都不信 对 简直是 肯定是 肯定是那个大 对 可以断 他实在呢 他打这个 打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 但是主要是他断的时候 白棋 我觉得已经不知道怎么下了 对啊 怎么弄 怎么下 但是他打这个 打这个呢 白棋接上 接上 然后他骑了一个 然后这时候 他们已经使出了 传说中的这个最顽强的一手 这长了这样 这就是他 他擅长的地方 这说实话 没人想到会往这长的 你打结嘛 就是 你总在这个 你脑子里面 总是在找结财 对不对 突然间他常在这 他要求什么 你要粘上 他倒杀你 这个一般 没有这个思路 这也是他厉害的地方 对 我看过他很多次联赛下的棋 其实他联赛下的不怎么样 对 就他们对整体的成绩 也并不是很好 对 他这个联赛那种棋 就是很多 就是这样 他就我就觉得他棋 已经不行了 你知道他就在那批面 他一定掏 但很多其他没掏回来 对 但是这样的比赛 他就能掏回来 这也挺神奇的 这一个 一个有运气的关系 还有一个 还是心理压力 联赛 你相当于跟世界比赛 心理压力是不一样 那倒是 那有时候人家就放得开一点 这种比赛的时候 但他好就好在 他什么时候他都放得开 那不管是联赛 还是比赛 他都放得很开 这跟体力也有关系 确实 这连下了很多天 对杨锦欣来说也是个考验 虽然说杨锦欣年轻一点 但是确实也很累 对 这一场确实把杨锦欣给搞晕了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下巴真的很多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棋 我放着不走我先断 我也不知道白棋下什么 你常在这儿你下手期你走哪 你这地方你没有下一手 你走在这儿不还有个结吗 这种地方就容易晕 对吧 你刚才你提在这儿 毫无疑问他容易晕 你提在这儿 你好歹你还可以一手期提在这儿 你常在这儿 那你下手只能打在一路 打在一路 我这个地方打完一般 我还是跑的 所以我现在断一个 我都不知道白棋下什么 因为我在稍微走两个看清楚了 我就把这个冲掉 直接开上去就完了 不是我觉得黑棋我即使下的软一点 这个是比较强硬的 我软一点我脱过不行吗 脱过呢 脱过 不过你这样可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有什么 我没看清楚 被他挖了是吧 你没看清楚 这地方怕他挖 但是脱过也不是说不行 就完全不行 但脱过呢 他可能就 可能有点软了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可 你相当于什么呢 你相当于你提节的时候 你没提你直接回去了 对吧 你这么去考虑 你稍微感觉上有点退缩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 这时候最好的下法就是断这个 因为你这手棋已经出问题了 你没有棋补了嘛 然后我这边先断先杀你 我杀不掉的时候 我在冲完以后打直接开截 就完了嘛 这边肯定无穷无尽的解采 对吧 但这一尝肯定也把杨立新搞晕的 杨立新肯定没想过这棋 还能能能尝这个 居然能往这尝 再加上他肯定觉得你这棋 已经会哗到哪去了 都不知道了 再加上这个局面肯定也是独秒 不独秒也接近独秒 下了这个时候 这周棋一下就肯定把杨立新的计划 全盘打乱了 因为他肯定做梦想不到这棋 你还能倒着长呢 你这怎么能倒着杀我呢 这棋 这下就被搞晕了 好 黑棋实战是冲 这是先手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断罪倦明 他把这个 我看这个评论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经常是有这个 决议的变化图出现嘛 他说这盘棋唐伟星的下法 就从来没跟决议的相辅过 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还是有点人类的 这个趣味比较好 这全是AI的招 其实挺无聊的 对 其实人类的比赛 其实就是 最后就是比谁失误少 你总会有失误的 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 对 肯定是有失误的 好 杨立新是詹 当然其实詹呢也没毛病 我只是觉得断会更简明 哪怕他冲掉其实也不亏 他可能觉得这个很简明 对 詹也没毛病 然后白棋现在 现在白棋就是放弃这个子 倒杀黑棋 唐伟星在这种绝境之下 就能这种 爆发出的力量相当的强大 把这个子先打拔掉 然后白棋 现在白棋就是一门心思就不让黑棋做活 其实看起来黑棋还是挺勉强的 说真的 白棋 白棋很勉强 对 说反了 对 我是说觉得白棋很勉强 因为这地方不是有个冲吗 对 很明显 他现在打吃 打吃呢白棋现在直接杀呢 杀不过 所以必须得出来 这是一个手筋 黑棋接杀 白棋顶 就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实战呢 这个杨领心是选择去继续追杀白棋 实际上我觉得 刚刚跟小球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简明 我个人认为这个很简明 冲这个 你要是挡 这个局部 断一个就可以了 这已经扛不住了吗 我觉得 对 断 断你 如果打吃 这就打通了嘛 对 打通了以后 这白棋这块棋就死了 这块棋就做不活了 已经死掉了 对 没演 反正他街上的话 你就把他回家的路切断 对对对 你都是活的 但他还怎么跑 对 这边都有些人 这个还没活 所以这个肯定 肯定是不可能再跑掉 不看人家到处都是死的 我是有感觉 对 所以冲断这个就很简明 那所以冲的时候 白棋肯定只能把这个就吃掉 那黑棋就打吃 你提一个吧 提就打吃 这样的话 我已经连上了 你打吃我可以一路二路立 我这已经连上了 连上其实你可以看到黑棋的木树是没亏的 这个 赚了很多吧 对对对 我觉得 然后关键你这一期你没有完全活进 将来还是有有这个挤进去 反正局部没有活 如果你小心这种地方 如果说人家断上来的话 这一代假如都是封死的 那他有可能就挤进来 对 所以这样就很简明 这样不吃白棋的话 黑棋的空还是明显占优 是的 怎么看黑棋的空就很多 所以这个图也许不是赢的最多的图 但是可能这个图是变化最少的 最容易掌握的图 这样就进入 杨典兴擅长的收官局面了 你赢两目跟赢十目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对 尤其独秒了 你肯定还是 反正赢了就行了 还是这个图 我觉得赢的是最稳健一些 实战是 杨典兴也是被他杀的有点戳火了 你这棋怎么能来杀我的倒杀 他就把这个给藏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这个两块棋对杀的一个状况 白棋就这个 看来这个冲动真是不能乱冲动 对 这样反正就看不清了 真的是看不清了 这已经有点晕了 先点 黑棋点了 先把这个点掉 黑棋现在呢 他还有一种怎么说呢 还有一种退防药下法 但是 确实有点看不明 他有这个苦肉剂 这样跨断 估计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已经不太肯下降了 就是这两个 如果他想退防 他早就可以退防了 对 就刚才就直接就不长这个刚讲的 对啊 这样他倒是可以这样退防 提两个然后再断这个 估计形式还是黑棋好 我估计这个 但他下不出这个 他肯定不会就下 不然他不会长这个 对啊 是连贯的 是的 所以这个长 还是应该冲 我觉得冲是最简明 这是走向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一个状态 现在黑棋断 那就进行反杀了 一般拐 走 一路搬 这是白棋唯一的一个抵抗 一路完以后再提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他直接收气的话怎么样 收气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他这样收气 对那这个反正这个是交换 对 然后黑棋就把这个一路搬接掉 黑棋搬沾是吧 这个他得 要不然没气了 嗯 他得去打 对接上 然后白棋从这收吧 嗯 然后他做做演 做演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结要是打输了 这块可就全死了 天呐这个结太沉重了一点吧 这个其实是局部来讲呢 嗯 是一个 嗯 黑棋提这个吧 不提那个 他提这个 然后他 然后他 从 从局部来讲 他就沾上是个景气结 嗯 对吧 但是黑棋呢他可以 他可以就是这样的时候 他可以先 先不走 他先断这个吧 还是用刚刚讲的 他可以比如说先提一下也行 嗯 再断这个 这样就你你那边你始终是处在一个 棘手棋都消不掉的一个状态 你要生效到他的一手两手三手 那你走那这边走三手你这块肯定就没了 对吧 两手就够了 对 他在我们摆了这两手就已经死干净了吗 对嗯 所以这个节白的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他就是外头 随便走几手 把这块吃了就行了 对 那个节你还说不清楚 嗯 所以 直接收气的话 白棋是打不过的 嗯 所以唐文新就 这一搬 这一搬 就彻底把杨立新搞晕了 很顽强 就搬完他再他再回去 他要求把你给缩回去 你缩回去他气就至少至少是便宜一气 至少能够 刚才这个班战算是他一气的话 他现在要提掉在街上 便宜一手棋 便宜一气 对你便宜一手棋就等于便宜一气 是的是的 嗯 现在他就是要求把你 回去 不然他就 他就要打 就打出来了 他这一段打 你这个是不能提的 提的他从这一拍打就行了 对 这一下这个一下这个气就算不清楚了 这算晕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时候我毫无疑问 他们两个人都读苗了我想 对 这个时候都已经下午几点了 这其实从11点开始下了 所以杨立新还是不解明 这个期 虽然说道歉梅子 你要让 AI来看的话 胜率还是黑棋很高 但是他能算清 对 但是对于人类的时候 下了这个局面就是一个好胜负 就还是我觉得黑棋这个地方 冲动了一下 这个被杨立新给挑逗了一下 那个气势上 对 冷静了大半盘 但是到了最后的好像临门的那一下 他就没有保持冷静 对对对 而且这不是杨立新的风格 这样杀棋其实对唐美新的 是有力的 杨立新的风格不是这样 嗯 嘿我觉得他 应该来讲 还是刚才冲篮防守 才是符合杨立新的气风 嗯 现在他已经晕了 然后他 他沾了一下 沾这个 沾完应该 是 把这个交换掉 然后提截 对 他为什么不先提截呢 先提截他怕人家冲吗 可能是吧 冲 但我就我就自装一气 啊 我自装一气 但我把这个沾上 我这边也便宜一气啊 这边 那我就这样 这样不是连环节吗 哦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对 这样是连环节 对出问题了 这样是这样我们把它摆清楚了 嗯嗯 因为这已经插了一气 反正就把它冲掉就完了 看得清楚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就就 就连环节被杀了 他铺完以后 提掉了 这是连环节 对这样就不对了 而你提这个他提这个 对 刚才跟刚才不同 刚才这里白插了一个 就 你不能说从这儿跟他下气吧 这些插的有点远了 为什么那那缓缓 不知道多少气了 所以他沾这个 他便宜一个结材 对吧 就是沾这个便宜一个结材 然后还是很正确的 沾完以后再来 再来提 是 就在这 然后沾这样的时候 嗯 沾完然后提 然后白棋肯定是要找个结 白棋 是不是这有 弯一个 弯一个 就是现成的结材 本身结 弯黑棋也动不了 也没法动 你沾上就被挤进去了 对 对 那打紧结了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紧结 哎 如果这样 他挤进去不是紧结 那他挤进去不是紧结 但是紧死 还是紧死 对 他提完了他沾的话 他可以长一一死掉了 嗯 所以弯是绝对的结材 嗯 如果铺这个的话 还是连缓解 还是不行 反正总之是他得团一下 对 哎 这属于一种很运的状态 所以你这个棋 你现在断就已经出问题了 你现在断你可以看白棋一手棋可以打着招 对 那你之前有很多机会去断 早就可以断了 早就可以断 早年就可以 对这一段白棋本身他就不知道走 嗯 本身他们心都不知道怎么抵抗 你非得这个时候断的话 白棋一手棋可以消到这儿了 差距就大了 是的 所以那边几个交换就莫名其妙了 嗯 这棋确实后面这个节奏出了问题 白棋冲了一下 走 挡住 其实这个局部来讲 现在黑棋就打持白棋也不要做什么 就是不谈那边啊 就关于这个局部 你这个拐打打不着 嗯 他从这边兜过了嘛 嗯 然后你这个地方是局部是做不好的 是弱不活的 白棋要下的话 是不是只能 从外面想点办法 比如说这儿 对 只能看外头 这样想点办法 对 只能看外头 然后他很会打吃吧 还是冲 那我就尝一个 嗯 这样 对 这样感觉好点好像 只能外头想办法 但是你这个地方走完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段 有个打结 然后呢 所以他还是 我觉得好像都忙不过 对 确实忙不过来 但是呢 他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嗯 现在白棋这一消极黑棋损的太厉害了 是 本来那边如果不用那么走的话 当初这个连粘都不用粘 那边现在死这么大 当时这个不粘的时候死不了多少 哈哈 现在死了比刚才死了要是差二十亩了 刚才就是你白棋藏在这的时候 不粘这个 然后来断嘛 这还差手齐 对啊 还没不好 走了那么重油还来断这 那早年干嘛不断了 你 这就这个地方确实是出了问题 嗯 然后现在他冲 断完以后 走 嗯 断完然后 黑棋没走 黑棋梯结 白棋有挖啊 白棋这地方是 他还是 一直残留着这个结材的 我发现这个 唐伟欣下棋真是顽强 我发现 你想弄他 他反正想尽一切办法跟你搅 对啊 你得顶得住才行 你可能一下没顶住 这棋就 不是不是那么回事了 哎实际上 哎这个时候 啊黑棋如果提这个 白棋就回提 反正差不多的 你这两个 你总得粘一个 哎我提这个的话 你就回提 对 然后你再提这个呢 那我再提这个 不一回事了 哎你不能提这个 你提这个 不是被我提到了 哦 你不能提 你还是要早结啊 其实 哦 你还得早结 你你使得把我提回去 因为刚才我 他要撑这一下 对我提这个的时候 因为你带着想嘛 你不能开结嘛 我开这一下的话 我等于摆损了一口气 啊对所以我走这个 你你只此一手 你只能走这个 不然你提结我又提过来 你不是白亏吗 所以你这个 就必须要下 对吧 然后我再提 哎 为什么不走呢 那白的不还得找个劫财吗 你找个结我总便宜呢 又不理解啊 这个应该先提上面是吧 你现在刚才这个题提上面嘛 现在黑棋不是一个就是你找别的结 被白结打过来消结 然后你不能你缩回去就亏气了嘛 所以我提在这儿 提在这儿你不能打这个嘛 打我提是先生 嗯 那你 你不是只此一手 只能走这个嘛 我应该是只能会提的吧 对 这个结我没法开啊 那个 你不你开你提完 我又提过又不一样 你只能提这个 好吧我就提这个 那我再提啊 哎 这白赚一个劫财啊 那白棋现在不只能是在这方找劫财 嗯 那我总便宜的 好像是 对不对 总便宜的 所以这干嘛不提劫啊 我很怀疑他们下的时候你不能搞得清 哈哈哈 应该是下晕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挺简单的 如果不读秒或者不晕 对 应该挺简单的 因为提这个你只能是提这个 那白赚一个劫财嘛 出于一种晕的状态 嗯 这个不去不提 白亏你这打一下总是亏的 嗯 你看他实战打这个吗 被白棋消劫了 不见他消劫他还消在这儿真是气人 真的是 所以黑棋前面下的太有问题了 嗯 你当时没有那么重的话 哪能死这么多啊 不是以为这 这个地方等于说断了之后 他冲 白棋花了一手旗 那么就是说打吃 他再加一手 他里面吃不干净是吗 这样 他现在就是吃这个他未必赢 他这样不一定赢 那没损的太多了 哦是这样 那跟刚才我们的转换 你不是全死去 我明白 然后这也被打出来了 这还是差好多 对 这也差了好多啊 刚才不是还有打了扳回来的手段吗 对对吧 而且哎 这个好像还不能随便打 这个打了被拔掉 这有个袜 袜 袜完了里面是打截杀了 对 但实际上他也可以 他把那边吃了就行了 这边可以死 他其实这个截有可能可以造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提这个 不这个下 让你撞一气很关键 你看比如说他实在是像这样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了便宜掉这个截材 假如说他撞了这一下 假设还按实战下 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下吧 我们就算他按实战下 将来这个地方 我还可以再倒下去 倒下去 倒下去追杀你是吧 嗯 你看这个地方本来是这样吗 嗯 这个这个可以冲掉了 可以请 可以冲掉 冲掉 然后你看 现在这个局面 这个局部 还还留着一个打截啊 嗯 这是截 这一下不撞气你就尽死了 对 对吧 这下如果 插一口气可插不起啊 对 插一口气这里面就尽死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这这下你截材要早的话 你是很亏的 嗯 那又多一个截 多一个截就多一手棋嘛 所以这种地方那个很精细 但是可能就差这一点 就差这一口气的事 哈哈 这就差一个截 这个黑的 这下确实是有 有重大失误 白赚一个截材不不不不赚 有问题 而且这个棋 黑棋实际上打持在这 我觉得打持在这 他也有问题 他已经可能应该走着这儿 我觉得 虎一个是吧 他其实现在就是 要要赚截材的问题 你刚刚讲了你 我只要钻到截材 让你打一下 我就便宜很多 那走在这儿 你也只有销 不然的话 你跟着硬我一提 你的截材在哪 你只能走这个了 你全盘就这个截 不是 打一个我不是打在这儿吗 哎 不是你这个没有 我这个还没打吗 你打的时候我打这个 对 对 是吧 你是说就是说他不打这个 不打这个走这个截 是吧 走这个截 白棋如果硬 我这一提 你不就只剩下这个大石了吗 嗯 全盘就这个截 我就要你卖这一口气就行了 只要这一口气 我这边就保 保证我不死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对吧 我只要你这下卖完以后 你将来消截以后 你这边我还留着一个截 那黑棋就太好瞎了 对吧 那所以说虎在这儿的话 白棋也只能消截 从这个逻辑来理解 嗯 那你消截 黑棋把这个分段 嗯 白棋需要在这里做活 对 对吧 白棋一走就死了嘛 嗯 所以只有在这里做活 那黑棋就好多了 我现在有把你分段 我在场 就全都死亡了 这恐怕灾气不行吗 就我感觉肯定是输妃了 怎么突然发现这块死了 不是这边的事 对啊 这边它是可以活的 它真一个它是活的 嗯 你这块死了应该是不够吧 这个死了 比那个大多 对啊 然后我我走这个 你也不能不能走 这边你 其实你这边本身你 你也不是太好走 嗯 对吧 本身你吃吃不掉的嘛 对 吃这个我可以不要 嗯 你本身走走这个 先不管你这边我 这边你应该死了吧 嗯 这边应该死了 死了吧 对吧 他走完了好像 他横竖他都来不及 对 嗯 这边死了白去吃吃这个 肯定比吃这个大 嗯 所以应该还是黑棋 只要别打吃这个 我觉得还是要赢 就虎这个造结就行了 虎一个假如说他拐一个 拐一个 拐我提解 嗯 你就要卖这个了 这个没有 对对 没有 不能把这个放 没有结 这跟结没关系了 他就差一个结 我就让你卖这一首棋就行了 主要是差这一口气 你这口气一卖那边我就可以让你打出来 因为那股还有个结 是的 对吧 我就再按实战这么走就可以了 嗯 就差这一步 嗯 有的时候就差这一点 对 哈哈 就差这一点 这一个冠军就没有了 是 这个棋 这步棋应该是最后的最后的败照 嗯 就是这个时候 是这样子 这个是最后的败照 应该走走这个 走这个我觉得黑棋还是要赢 嗯 就让白棋打这个结就行 嗯 就让他团着一下 然后再回到这儿 对 嗯 你现在走在这儿 白棋先消结 对 这这消完以后 这边已经不存在打结的问题 就会一路打吃 然后 意思是他如果说像他现在补一个 假如说他补在这儿 嗯 有没有补干净啊 我去 好像是补掉了 补掉了 嗯 这样算是补掉了 这样他觉得不够是吗 这样有可能不够 哦 这样是有可能不够 是这么个意思 对 他如果走这儿反正也没用意思 就是把把这个提一个 或者是怎么样 嗯 他你这个定不定型 你不定型他吃这个挺大 那我肯定要定型啊 我就是比如说我先提一下吧 嗯 哎不你 我先提这个 啊没来得及 我打这个你打的 那我可以提到一下 提啊 这时候提起啊 这时候提 这个时候提一下吧 我给你交换一下 你不就断不掉了吗 嗯 然后我就 回打一个 回打 回打一个 还是我沾那个 回打一个 这个沾一个没补掉 回打以后他死吗 没有啊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没死啊 他走这个不就活了吗 直接上了 然后他他一顶这个不就活了 我有点担心 他好像是没杀掉 顶这个 这两个箭盒了 哎不 你不能走这个 你杀在这儿吧 杀在这儿是 杀在不太拐打 光是外面是有点不干净 你看着 好像好像 不太干净 我觉得 这样 如果这样还杀不掉的话 那也太失败了 好像 还是杀掉了吧 杀不掉吗 弯在那儿是吧 嗯 这没有 但是也就这样了 这边你要活也是靠这个党 你也没有别的 嗯 好像 我觉得好像还是杀掉了 你给我打一个 呃 反正我就这边走一个嘛 你走哪儿吗 嗯 那我就立一个 立你不是上面 哦上面你要靠那个哦 这些 拖一个是 不不不 反正味道挺饿的 有道理啊 你还有个一路等等 对啊 这个里面味道很饿 我这个是没杀好 哦好像杀的不太容易 净杀还是不太好杀呀 净杀不好杀啊 这棋 还是很难缠的 对啊 放杀这棋 发现这棋怎么横杀 竖杀还不容易杀得掉啊 对 不好弄 哦这就是为什么 他后来他又要跑出来 他发现这块棋 他可能补一个 他却一分钟 你能算清这里面一手棋怎么杀是干净的吗 而且你还要做行事判断 你还不知道杀在哪 对 嗯 这就更不用 关键你肯定是不能站在这儿 这人家走两个把你加加死他就活了 嗯那他本手要杀应该杀在这儿 杀在这儿 杀在这儿 杀这儿应该杀掉了 杀在这儿 然后呢 再走这个就杀掉了 哇 这样你你走这个 他他把这个连回 嗯 你一路力应该没用 一路力我我可以让你搬的 我就走这个就行了 嗯你这样你挡 我走这个 这样你这样看的比较清楚 这样你给你死了 这样死了是吧 我想想啊 嗯 如果说是这样 你力你只能靠这个力嘛 力我这边捧一手 你搬这个我打吃掉 灭上头就可以了 哦 这样没有这些打吃可能会看的清楚一些 嗯 等一下我看看 我怎么怎么把次序都 我先搬也不行 先搬他也打吃 你打完了还是打吃是吧 对 那你打吃这个 我看着这味道这么饿呢 是有点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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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明确的看出来有什么气 这样是死 但是但是就是你死了够不够 对 你死了够不够的问题 他有可能被人家先手提一下 然后扒一下 你只能缩回去 对 这要重新判断这你死了够不够 因为刚才我们讲吃这个肯定够的原因 是因为那边没死那么大 对对啊 现在那边死了有点大了 呃都死光了 而且尤其是这下节才没便宜到 这下便宜到 我觉得还还是要赢的 因为那还没死那还有个节 嗯 啊 你看如果走掉以后 我看怎么 哈哈 那个里面 是不是就还是还是个景气节啊 就是如果 如果说这下白旗是团打掉的话 嗯 我这需要这个看的 晕的地方太多了 现在是 点一个 点对吧 点完以后挤 你坡走走 哎 你这样行吗 这样我先走这个呢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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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用 好像没什么用 有用吗 走这个 我我只能走这个 哇 那我我我走在这儿 效果是不是一样 我成了 哦 我还是走在这儿吧 走在这儿你你你你你走这儿 我待会做一个有可能 我收气 我这是个什么 哎呀 这这这又是很晕的一件 而且好像里面还是被你扛住了一个连 连环节啊 我好像扛住了 是吧 哈哈哈 艰难的扛住了这一下 嗯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 嗯 还是还是有 我很不容易的扛住了 嗯 那还是看不 看不清 还是很晕 主要还要点目 你依然很晕 就你这三个就扛掉了 就我觉得这一分钟能能看清这边就很不容易了 然后这边能来得及看吗 这主要是要数目 这根本就来不及 现在就是如果这边下成连环节 你看你这边多少目的问题 要点目点不清楚 然后五次一分钟读描 你觉得这样的时间够用吗 我觉得很给我半个小时我还没算清了 是是是是 这可能 对主要是要点目 但我我感觉黑棋 应该不见得输 我觉得这样吃 但是还是问题是应该先断 先断就就肯定 他这个这个地方你尝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味 味道有点 这样他沾上 你沾上我就飞你一下 把这先飞断 呃飞 飞我可以冲断吧 可以冲断 嗯 然后我这一代不是有先手吗 我一个肯定是先手啊 对啊 你会很很难 你就是味道很很坏 你你如果冲断我就虎吗 最终还是还是这个节的问题 对吧 就是我走 然后完全是晕的 我让你我让你过完以后 彻底是晕的 你还还得打这个节 打这个节 给我提掉先手啊 这还有个挖站 不我打节的时候 我肯定找上面的节 你你提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我肯定就是跟你对杀了 啊 但是还是面临这个节的问题 哈哈哈 啊 确实摆不心 这能搞得清吗 这个时候 嗯 我只能说是勇者生吗 嗯 我不相信他会心 他算清了 对 我这我不太相信 那看来黑棋啊 还是用这个节最最清楚的 这个图可能还是打这个节 你就走这个 走这个提节 你打这个提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接着挖 我就一直跟你 给我搞 就让让你铺这个 就我你不就剩一个节了吗 刚才是 就这一枚节 反正我就不停的打嘛 嗯 我可以死这个 我把这个死了 我把那么杀了应该够了 嗯 他急了这肯定还有个节 当时 这个打肯定是个决限 我在看这个地方白棋 这种地方是有节财吗 不是 刚才刚才我们是打这个节的时候 哦 你打那个节的时候 就这个不打吃嘛 嗯 我直接虎这个枣节 嗯 你知道我提节 你再打吃这个吧 我提 然后这时候 我就来这个 或者我 或者我在挖这个 挖这个枣节 你不就剩这个节了吗 当时 反正你就逼我把这个节财用完了 就没节财了 是吧 用完我就我杀这个 哦 嗯 这样可能会 会会会解 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地方 真的有解明 他主要是可能没想到这个地方 会会那么 对 这杯冲淡了之后意外的难杀 这块气 就你现在横吃树吃好像 他已经确实下来喝 我吃了吃吧 这个技术太强 冲淡完了以后味道是 里面味道好饿 嗯 有点饿 嗯 可能应该走这个 这个虎确实不太容易想到 我们那里怎么一个 嗯 实际上这个小节以后 黑 黑棋可能就比较困难 我觉得 这个小节以后 嗯 而且下成这样以后 心理上肯定很受打击 怎么 这个棋本来是准备杀白棋的 下了一串自己全死了 然后这块其实还没杀到 这个心理上确实很受刺激 这个时候显示的胜率是白棋就55 啊 这完全是看不清 本来有一段80多黑心 啊 就跟初始胜率差不多 对 那你咋搞得清 这些这些 而且就是说不看不看AI的分析来讲 从进程来讲的话 就已经备受打击 对 把这个吃掉其实已经有感觉 这个刚刚讲的吃掉以后觉得三星杯已经到手了 哈哈哈 对吧 然后下成这样的时候觉得这个棋就怎么觉得 已经看不到胜利的这个途径了 反正就已经晕了 现在就比命了 哈哈哈哈 嗯 尝这个 然后白棋提节 对 这提这提无所谓了 嗯 白棋打吃吧 这无所谓 嗯 再提回来 这完全处于晕的一锅粥的状态 嗯 白棋现在越战越勇 哈哈哈 这下打吃掉了 本来我们讲 嗯 之前打吃的话 黑棋是有打这个的 对对对 但现在跟这个节有关系 他可能又不不太敢打来这了 他关键他这下他先亏了呀 对 他肯定不太肯了 是 嗯 然后再提 现在又回到打这个节 然后并 并 提 提 然后黑棋提 现在是这个节的问题 嗯 白棋虎一个 嗯 虎一个是 什么意思呢 这又是很晕的 这什么 这棋怎么是虎在这儿的呢 如果说黑棋街上 他就是接的吧 他就是接的 他觉得 你为什么是往这儿虎一个灯 他觉得 他虎反而总是一手棋嘛 他要把这块做活嘛 他这块不是没虎 嗯 他觉得活了 你你你粘节我虎 他看轻了 他这边跑了 他实际上看轻了 就是 如果这棋翻盘 我觉得也不意外了 这是白棋的这个 这个 脚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对 就是说你在 你觉得他已经不行的时候 他给你各种的搅和 然后对 他发现已经发现意外的难产 他在这个时候 他比杨顶星更清醒 对 这个是他抢的地方 就是白棋虎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看轻了 你这个地方 你不能粘节 粘节我跑回去了 对 那我反正我这块棋没有活嘛 这个有拐 那我虎在这儿 我先把这块棋先做活 现在你要跟我打这个结呢 这个结你打不过我 嗯 那你要粘上 他就已经看轻了 他一虎 这虎的时候 黑棋没有抵抗的可能性 你这两个子棋筋不能被吃掉 你打吃他就双叫吃 他把底下气了 对 你吃这个被人家吃 这一下 嗯 你吃这几个子跟这儿死了 就完全不成比例 关键你是后手嘛 他牵手棋 你吃这边现在也不行 人家一打你这块棋没活 对 然后人家这 这是你还没吃掉呢 这你还差手棋 对 所以这他虎一个黑棋 基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 对只能退 然后白棋一打吃 嗯 就从这 就从这连回来了 对 尝回去 嗯 他连上了 嗯 虎一个 对 然后走 我也肯定没吃掉啊 是没吃掉 他他得做活 他自己先 对他自己要做活 他现在就是说 他这块棋局部 这个 一弯嘛 这个局部一弯 不 搬完 搬完一打就是死的 对 这个局部是个刀八五 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 他 不过你你接上我 我觉得团上就行了 你如果提掉 就后手死了 哈哈哈 这有点搞笑 就把这两个 把两个吃掉就可以了 嗯 就是后手死 这里面局部是死的 对 对 所以说黑棋 走完这几个交换以后 还需要补齐 他先拐 嗯 现在因为白棋 也没有活嘛 就需要处理 没没接啊 没接 没接黑棋打持 打持 其实就是为了补 补活 补活 但是呢 打持呢 局部又是一个后手 他可以不硬砍了 反正你 你搭不了就提通嘛 嗯 你这段不开它 你提后我就沾上就行了 对 靠我也沾上 对 没用 白棋就把这块做活就行了 提在这儿 然后他提在这儿做活 这是 彻底要击溃洋 它很清楚 这有段嘛 你你走这个 它就加过了 是的 你沾上它顶着先手 再把这个纸吃掉 这两个眼神很明确 是的 是的 所以下到这儿以后 你会发现 黑棋什么都没走到 究竟在干什么 打得急 这块 从这儿到这儿全部活掉 这边也活了 然后就黑棋这个 就平白无故就死了 这个黑棋可以说损失太惨重了 他还是 这有点不甘心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 肯定是心底一片挖凉挖凉 这就是应该是我觉得心底是凉了 就是调整心情 嗯 这属于就是 这时候双方我觉得已经看清楚胜负了 这个这个已经不需要在内什么了 对 然后他下了下了已经很简明了 刚才小球还说这个地方可以一路搬 对他搬一个他是可以延弃的 对他无所谓了 他这一场已经净杀黑棋了 是的 净杀这个黑棋白棋就 点一个 他想尖了一下 尖这个 哦 这个时候尖这个 然后白棋虎猪 接上 这个 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在调整心情 哈哈哈哈 吓人这样 这个杨立新 因为这样去梳棋真的是挺痛苦的 确实是很痛苦 这一棋说实话 黑棋的迎面的概率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 哈哈哈 但是自从 自从这个 被白棋搬完一弯以后 杨立新乱了 嗯一下就 正脚乱了 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是 他肯定是没看到这部棋了 对嗯 那个时候还是黑棋主动 对 但是他已经掌控不了了 嗯 本来之前我们讲黑棋有很多种办法去掌控 包括那边不要下那么重 直接断 还有一种就不要去冲动去杀人家 自己 活了就行了嘛 就这个这个不长直接冲断 嗯 活了就可以了 嗯 你看下成这样以后可以看到黑棋有多失败 这全都活光 哈哈哈 然后自己死了 这个战斗简直是不可想象就会下成这个样子 对 绝对是意想不到的 嗯 嗯 嗯 确实在这个下了两步 嗯 点一个他煎了一下 对 然后 也就没下了吧 对这没下 就没下 没什么好下 这是沾上就行了 对没什么好下 哦这个也是一个眼 这个是一个眼就行了 对 你这样他就吃这个就很清楚 对啊 就是太清楚了 对 就是在 求投场 嗯这个 从这盘棋后盘盘来讲的话 确实杨连心机会是很多的啊 没错 也可以看出在 两个棋手都是特点鲜明啊 我们刚刚讲 杨连心的棋失误很少 而且控制力很好 大局观也很好 对 但是唐伟欣呢 可能有些地方下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可能大局上面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他他有惊人的力量 对 你可以看到在薄杀的时候 杨连心 从这半期来看 可以看到薄杀的时候 杨连心是明显要比唐伟欣 对 更加的差一些 就是这种计算的薄杀力 还是有跟唐伟欣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是棋手他各善所长 那么你要想赢 那就看谁能把这个局面导向自己更有力的一边 是的 所以这个棋 我觉得杨连心输就输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挥出来 他为什么要杀人家呢 就是他的风格就是把棋走走后 然后收控 这是他的特点 在那个时候 如果他选择收控的话 我觉得杨连心的风格他很难输出去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种邪念 那也是一种冲动 可能觉得太有力了 可能觉得这期我再不杀你好像有点 对不起 天理不容 然后但是一杀 诶 唐伟欣就等着你来了 他那时候就活动开了 而且这个地方白棋冲断这一下 对 很清楚很精彩 就你断的时候 他早就准备了这冲断来防守 然后发现一冲断以后 你这棋要杀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好像横杀树杀都发现就很 你很难把它就是很干净的杀掉 是啊 即使杀呢你可能杀的不太 后面他很可能可以加一手把它杀掉 但是那样的话我们没有熟木 但是白棋如果提了班到一下 他肯定是不能杀在那 只能杀在里面 如果提了班到一下的话 这木勾勾勾 确实刚刚讲的还有点怪 你飞出来 就是很怪 他可能就是当时觉得 就是江景琴就觉得我这边打结 那我这边两手机肯定把你干掉了 他那下来是一冲突然 突然间怎么觉得好像两手机 独秒的时候觉得不一定干得掉 一下就慌了 对吧他肯定是你看他打吃完了以后 他突然说这怎么不一定死 然后再从这些地方杀出 那步调就已经乱了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漏看了冲断的手法 冲断以后尽管那个棋 白棋也未必就好 但是他已经掌控不了 他没算到过这个一冲断 这还是我觉得还是就是 唐伟欣的计算力非常的强 确实是厉害 你别看他脚 他总是下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招法 就比如说像这种二度常常 尽管很顽强 但是当时可能是 就是唯一能把局面搅乱的一种下法 你按常规的下法 他肯定是不太好 是 那样一来呢 就是黑棋犯了错误 还有呢 杨领星他就漏算了这个搬了打 搬打 他如果看到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这条路 那这个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 这冲断可能他也是不知道他看到了没有 对 如果说他看到的话 可能也不是这么下的了 对 就不太一样 就当时还是这个不常 冲了断做活 我觉得是最简明的 嗯 他完全是有可能选择简明知道 对 那这盘起毫无疑问 前半盘杨领星发挥的很出色 像这种地方 这个点入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 是是 就他这质工很简单 大家发现没有 他一点 发现白鞋就没什么招了 已经对 这不点确实是很精彩 下的很漂亮的地方 其实今天这盘 其实双方的质量真的是挺高的 对 我觉得也是 尤其是后面 尽管唐文新是局势不利 但是在这种场合下 下出了很多精彩的手段 这些是体现了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棋局吧 没错 所以他能拿这个冠军 我觉得也不 也不是 就是说大家想的这么不可思议 是是是 他是有他的长处的 对 毫无疑问 对 确实是杨顶星比较可惜的一盘棋 但你不可否认 唐文新下得很好 对 后面下得非常的好 他是有他的长处 就是今天把他的长处 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应该说 那么最后 我们这盘棋已经看到结果 就唐文新 直白中盘胜了杨顶星 他是第二次夺得了三星杯的冠军 上一届他是亚军 所以大家给他一个称号 叫三星杯之男 对 所以他在三星杯下得特别好 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三个冠军 对 恭喜他吧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